大乡 我求求你了 我感觉想知道救救了 哥 下过木 没有啊 木里的脏东西都上了他的身了 这麻绳啊 专挑细处断 额运专挑苦命人 黑盘狼藉的宅院之内 蚊虫俱媚 兄弟俩大半夜来找神婆 王胖子早年间摸过金 不幸染上邪碎 浑身轻筋爆起 神志不清 神婆似乎有点道行 古墓里的玩意儿 果真邪门 就连神婆也无法压制 话说这棺材 虽是阴人之所 却也被称为寿墓 活人若是入了黄仙关 便可以煞冲煞 驱邪破碎 若是熬过今晚 就可重生改命 时来运转 神棍急忙掏出锁魂钉 紧接着 染上黑狗血 进行封关仪式 这一幕让麻神大开眼界 麻神今天来 只因家中出了怪事 麻神的小孙子 刚满六个月 一到半夜就哭个不停 麻神想让神婆帮忙驱邪 这是我孙子的 开毛 有血腥味 你孙子 这是被脏东西给缠上了 我给你画到符 接下来三天 落日焚香 麻神急忙接过菜刀 虽然很荒唐 但有些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麻神打电话给儿子 马远昊让他接下来的三天 按要求来做 马远昊不信鬼神之说 随便应付了几句 就在这时 突然发生意外 马远昊回头一看 警示自己的仓库 马远昊本就不富裕 公司刚走上正轨 就出了这样的事 让马远昊陷入困境 麻神得知此事后 决定请黄大仙帮忙 谁知 刚碰到神龛 就被马远昊打碎 黄大仙断了头 这可是大凶之兆 麻神立马拉着儿子 去找神婆 这我怎么看到一团火呀 我儿子配火站着火了 要不给破绽破绽 他爸的死 跟那个脏东西有关系 现在这个脏东西 又来找你儿子来了 要不你让我儿子 也睡那个黄仙冠 麻神也想让儿子睡黄仙冠 驱节转运 但马远昊却不相信这一套 根本就不配合 就在这时 棺材里发生动静 马远昊巴不得回去 他扭头就走 不料 刚到家门口 却发现门上 系着一根红绳 马远昊随手一扯 捡起来一看 居然是封关钉 马远昊没有多想 谁知 刚进屋 窗外就阴风阵阵 鱼缸里的鱼 全部都死了 孩子也哭得不停 而住在老宅的麻绳 也遇到了邪乎事 突然 鸡舍里传来动静声 麻绳出去一看 一只黄皮子 正在对月而望 还吹起了阴风 这时 屋内的宝家仙神像 飘到了烛火上 麻绳目睹这一切 慌得不行 莫非是梅运上身 就连神 也绕道而走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眼下 麻绳最担心的是小孙子 他急忙去了儿子家 在屋里贴满了符咒 拿着那把画满符的菜刀 神神叨叨 儿媳亚平 看不惯这样的事 我找大仙算过了 你八字 四柱纯阴 日柱和十柱相抄 是克服克子的命 亚平一听 火冒三丈 麻远昊赶紧将两人劝住 随后将母亲送回老宅 大仙说的黄仙官 咱要不要去试试 麻远昊没有同意 谁知 当天晚上又出现邪乎事 麻绳听到孙子的哭啼声 打开院门一看 门口竟然停放着一口小棺材 麻绳吓得不轻 隔天一早 就拉着儿子去找神婆 这次神婆更厉害 竟然请来死去的老马 才能消除斜碎重生 麻远昊根本就不信鬼神之说 但为了不让老马难过 麻远昊只能配合 一杯浮水下毒后 就是挨火边 一切准备就绪后 神棍推开黄仙官 不料 里面窜出一只黄皮子 马远昊躺进棺材里 神棍撒下金纸 还说熬过今夜 就能万事大吉了 马远昊之所以乖乖听话 只因为马沈承诺 只要他照做 就卖了老宅 还公司欠下的债务 果不其然 到了深夜 阴云四合 雷电交加 随着七丁封关 出现在麻远昊眼前的 竟然是十八层地狱 刀山 火海 游锅 各走一遍 还有无数亡魂在挣扎 好在麻远昊是活人入关 黑白无常并没有夺他魂魄 隔天一早 马远昊醒来 没想 竟然真的入关改命 首先 是半夜哭闹的儿子 突然好了 变得特别乖巧 而事业上 也迎来了转机 一位大老板出现 与马远昊合伙 公司终于重新开业 但意外的是 自从那一夜后 马远昊就迷上了糖棺材 然而 棺材毕竟是阴气最重的地方 活人睡久了 难免出现怪事 为了救亚萍 马远昊想要拔出锁魂钉 但鬼怪做了手脚 他怎么拔 也拔不出来 马远昊从噩梦中惊醒 他认为 是棺材出了问题 就要将它砸掉 就在这时 神婆却让他看看棺材底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底部经全是血淋淋的抓痕 这时神婆告诉马远 房子有问题 早年啊 事到如今 马远只得说实话 原来 早年间 这本是一片乱葬杠 马家却将房子 盖在上面 当年 马老头还评过几处坟头 这老宅 去查看之时 窗台上的鱼缸突然滑落 好在亚平及时冲过去 小宝宝这才逃过一劫 随后 打电话给马远昊 等到马远昊赶到家时 却发现大门上 钉有七根锁魂钉 家中怪事连连 马神立马请来神婆 在老房子里 开坛驱邪 就当神婆忙得不亦乐乎时 而妻子亚平突然找来 他不信鬼神之说 还与婆婆发生了争执 一边是娘亲 一边是妻子 马远昊左右为难 就在这时 马远昊的发小海灵 正巧路过 怎么了 别他妈碰过 看样子 两人有点故事 海灵也不信鬼神之说 大骂神婆是骗子 一把将祭坛掀翻 谁知却发生意外 神棍赶紧施法 不料神婆狂笑不止 犹如丧尸附体 一把将神棍扑倒 几人见状 好不容易才将它拉开 没想拉扯之中 海灵被斜碎附身 跑在一碗浮水下毒后 海灵总算是清醒 看到这里 我就想问了 为什么之前不给神婆喝 事后 神婆直言 这里太邪乎了 就连他们也没有办法 临走前 还劝马婶赶紧把房子处理掉 否则早晚会出大事 这么一闹 街坊邻居们都知道 马家老宅不干净 谁还敢来买 就在这时 海灵站了出来 直言他家是做白事的 不忌讳这些 而且他也不住 马婶一听 立马同意 还将海灵 视为马家的恩人 但很快 海灵就露出狐狸尾巴 我给您付个首付 您先把房子转让给我 我拿去做抵押贷款 等贷款批下来以后 我再把剩下的给您补上 因为是儿子的发小 马婶出于信任 将房子过户给海灵 再者 马远昊等钱用 因火灾 他的公司损失惨重 谁知 海灵拿到房产证后 转身就找到了高利贷 前一到手 海灵就人间蒸发 马远昊打电话 无人接通 原来 神婆二人和海灵 是一伙的 三人经常合伙 骗人钱财 就连马家老宅 也没能幸免 海灵不同意 三人因分赃不均 大打出手 就在这时 警察找来 慌乱之中 海灵踢了神婆一脚 撞到棺材上 没有了动静 紧接着 跑进了林子里 原来 就在不久前 马远昊早就察觉出 海灵的阴谋 但警方让他 先别声张 将计就计 引出整个作案团伙 海灵出逃后 为了报复 绑架了 马远昊的妻子 发泄完后 海灵问马远昊 要一百万的赎金 没想 交易地点 竟然是海灵家的老宅 马远昊如期来赎人 将赎金放下后 海灵却反悔了 马远昊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 即便如此 但海灵也不打算放过亚平 三人对峙之时 亚平挣脱了束缚 海灵一刀下去 好在马远昊护助妻子 为了活命 两人扭打在一起 前军一发之际 警察赶来 海灵拔腿就跑 谁知一脚踏空 跌入棺材之中 正好被警察包围 一个寒冷的冬夜 李郎中刚给人看完病 穿过深山老林 回家时 突然看到前面 有三人在烤火 他又冷又饿 急忙上前搭讪 三人专心啃肉 并不理他 李郎中自己动手 风一足食 谁料 刚切下一块肉 就被对方一把夺走 李郎中很是尴尬 赶紧拿出自己的羊腿挂上去 就当李郎中大块躲衣时 柴火悠然变绿 李郎中疑惑抬头 却看到三人冷冷地盯着他 正是前不久 饿死在山里的三个伐木工 半空中掉下了一根绳子 将他活活勒死 李郎中的尸体 后来被人发现 饿死鬼找替身的事 也在村里流传 然而 最近村子里怪事频发 不仅大蛇半夜爬房 老刘的妻子玉兰还发疯了 更恐怖的是 这种疯病还传染 短短几天 村子里一半的人都疯了 村长忧心不已 他怀疑是舍母作祟 他让孙女秀秀 去请马三爷出山 马三爷是十里八乡最厉害的猎人 他本来是和老刘来找马三爷的 谁料 牧生非要跟来 修修将故事讲给牧生亭 想吓下这个逃荒而来的外乡人 三人结伴而行 牧生上前搭话 谁料 男人一动不动 三人吓得抱头鼠窜 他们撞见的 正是惨死的李郎中 绳子从天而降 将他们死死勒住 三人被生生勒晕了过去 等他们醒来时 已经到了马三爷的家中 原来是马三爷外出打猎 救下的昏迷的三人 老刘小鸟一人 向马三爷哭诉村中的怪事 但马三爷不相信 老刘急忙摆出证据 前几天 他和吴老门上山采药 吴老门找到一株人参 当即跪下谢天谢地 只料 一条大蛇突然窜过 两人一扭头 发现人参居然原地消失 吴老门四下寻找 谁料 吴老门要钱不要命 请求大蛇让出人身 大蛇当即张开血盆大口 吴老门也被吓疯了 那里本身就是禁地 你们挖到哪门子深 牧生恳请马三爷出山救人 他虽然是个外乡人 但在村中生活多日 也有了感情 村民发疯 也是他亲眼所见 谁料 马三爷不以为然 亲眼所见 也未必都是真的 你们一定是在灵的里 碰到毒蘑菇 那种蘑菇啊 叫毒蛤蟆菇 使人致患 致吸 马三爷是个老猎人 自然不肯信鬼神之说 见他不肯出山 老刘只好来应的 一开始是您 把大蛇母给得罪了 结果把您儿子给害死了 大蛇母找不着你了 就拿咱们屯子人报复 老刘将所有的过错 都推到马三爷身上 还说他要是不出山 就是狼心狗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马三爷不得不下山 但丑话说在前头 他此番下山 只管射杀大蛇 鬼神之事 他也无可奈何 死人连夜赶路 终于在清晨 到了村中 为了去除鞋碎 村长请来大师做法 然而 越是做法 越是邪护 尤其是最先封调的玉兰 见大师进了他家院子 立马癫狂不已 中人赶紧将玉兰 架进屋里 村长请问马三爷 村子中的鞋碎 是否和大蛇有关 要是真跟那个畜生有关 我亲自去要他的命 马三爷雷厉风行 扭头就要去干掉大蛇 牧生突然开口 虽然我是个外人 可是老门说 平常待我不保 我得去救他 乡民们送走两位英雄 牧生紧紧跟在马三爷身后 他趁机打听马三爷的事情 毕竟林子里邪乎事不少 马三爷居然能一待数十年 这着实让他好奇 没人的地方 没有那些邪乎事 两人正在谈话 老刘却突然追了上来 他一把推开牧生 再也别回头啊 我告诉你 后面这奴子根本就不是人 等到夜幕降临 老刘找借口 赶走了牧生 你去捡点柴蜂去 他趁机跟马三爷 说出了牧生的来历 原来 最先见到牧生的是他 那天是半夜 他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敲门声 他披着衣服去开门 牧生硬是挤进了他家 而且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直接啃完了三只鸡 更恐怖的是 老刘半夜被噪音吵醒 他拿着棍子出去 居然看见牧生 严犯绿光 在鸡卷生啃活鸡 与此同时 无数黄皮子 在他屋顶徘徊 怪不得他宁定跟我一见面 他就问我他是不是 那老话说的黄皮子头好疯啊 然而 马三爷还是不相信 老刘只好又抱出大瓜 他的女儿春香 也遭到了牧生的毒手 自此之后 春香就失踪了 老刘也赶走了牧生 但他万万没想到 牧生又盯上了 没有孩子的五老门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舍母拍下来的 囤子里的事 跟他绝对吐不了干系 然而 老刘素来花花肠子多 马三爷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他闭言假媚 想要让郭躁的老刘闭嘴 但猎人的敏锐 让他察觉不对劲 谁 别开笑 自己人 老刘热情地招呼几人 他向马三爷介绍来人 此人名叫许三突 是当地有名的陶金客 弟兄们都是和字上的并尖子 有啥难处 不妨敞了说 许三突也不兜圈子 他们兄弟进林子打猎 不曾想迷了路 无奈之下 只能让兄弟丁驴子去探路 丁驴子一路向前 谁料 听到女人的哭声 老刘 你是人是鬼啊 瞧您说的 我当然是人了 女人说他早年丧夫 大半夜来 是给王府烧纸 丁驴子听得寒毛乍起 谁料女人A压一声 说自己扭了脚脖子 看着女人娇弱的样子 丁驴子被迷得五咪三道 大哥给你揉揉啊 女人趁机引诱 丁驴子立即上钩 谁料 女人突然吐出蛇信子 丁驴子定睛一看 女人居然是人身蛇尾 她吓得屁滚尿流 老刘急忙怂恿马三爷 不如趁着现在人多势众 直奔长生拳 干掉大蛇 但马三爷听得直摇头 这半夜三更的 许兔子又来历不明 他才不会去冒这个险 许兔子呵呵一笑 既然三爷不愿意去 就不打扰了 事实证明 马三爷的谨慎是对的 因为此时 留守村中的秀秀 发现了老刘夫妻的阴谋 原本疯掉的玉兰 现在正在家中 对镜梳妆 玉兰索性摊牌 她不装了 毕竟秀秀年轻 村子里没人会信她 谁料 秀秀是由备而来 看着悠然出现的村长 玉兰终于怂了 她将真相吐露得一干二净 原来许兔子寄予长生拳 但长生拳的位置 只有马三爷知道 她便勾结了老刘夫妇 玉兰装疯卖傻 老刘则半夜给村民下药 又编造大蛇作祟的谎言 企图逼迫马三爷出山灭蛇 就你们做的这些事 囤子里的人呢 恨不得把你们撕绊了 玉兰吓得魂飞魄散 但她突然灵机一动 只要能进林子 找到许兔子 她就能夺过一劫 牛大炮这小子不靠谱 还得靠我 毕竟她早就和许兔子 暗通取款 老刘长 我带着立功 我知道牛大炮的阴谋 村长也担心 马三爷遭遇不测 便让秀秀等人 待着玉兰进山 秀秀到底设施不深 一脚踩进了玉兰的陷阱 被许三兔等人抓住 毫不知情的马三爷 还在睡觉 老刘趁机离开 他要去找许兔子会合 然而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牧生悄悄跟了上去 一山还有一山高 马三爷也不再装睡 没人起信吧 放心吧 混他们几个还不受拿把卡的 牧生悄悄投听 谁料 他不小心晃动了树枝 来不出来老子开枪啊 牧生也不再躲藏 他早就疑心老刘了 而且他 并不是什么黄皮子 一切都是老刘瞎编的鬼话 他五岁那年 被人拐走 他依稀记得 坏人叫吴老闷 二十年来 他颠沛流离 终于找到了吴老闷 但还没等他从对方口中 得知父母消息 吴老闷就发疯了 他怀疑 是老刘下的黑手 便一直盯着老刘 老刘心狠手辣 对小兔崽子是个麻烦 今天就给他宰了他了 之前跟你一起挖身的吴老闷 是不是也是你害的 春香的失踪 是不是也和你有关系 他看上你这么臭小 他就是犯贱 你 老刘以为 吴生今天必死无疑 便告知了他真相 原来 吴老闷并不是被大蛇下风的 是他剑材奇异 在吴老闷挖身时 偷偷在水壶里下药 就连失踪的女儿春香 也是他自己卖给了徐三突 就当他们要杀木生灭口时 马三爷一枪震退众人 马三爷 你要使点食物 外衣揉不住火 对你可是不利 马三爷一声硬气 这几根葱 他还不放在眼里 谁料 徐三突带出秀秀等人 马三爷 现在咋样 马三爷只能放下武器 众人被带到了徐三突的大本营 终于能和秀秀独处 牧生赶忙询问 马三爷的事情 马三爷是十里八乡 最厉害的猎人 当年 他媳妇生病 要靠蛇胆救命 他去长生泉 猎杀大蛇 儿子小虎却意外失踪 妻子气急攻心 一命呜呼 村里人都说 他被大蛇报复 马三爷从此定居深山 秀秀将村中的留言告诉他 牧生这才确定 马三爷就是他父亲 谁料 这时 丁驴子走了进来 他垂涎秀秀的眉毛 丁驴子一不小心 拉下了刀子 牧生趁机脱身 他掏起木棍 打晕丁驴子 两人赶紧去救马三爷 这时 老刘撞破了徐三突和玉兰的奸情 一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瞧我打死你 徐三突先下手为强 纵了他一个熊猫眼 老刘气愤不已 跑到马三爷那儿哭诉 你就替我把他杀了 我就告诉你儿子是傻丢的 马三爷这才知道 当年吴老闷 嫉妒他生了儿子 趁他上山杀蛇 拐走了他的儿子 知道他给谁了吗 给谁 就给了那个徐三突子了 老刘继续添油加醋 惹得马三爷怒火中烧 徐三突一刀刺死了老刘 他承认自己卖了马三爷的儿子 可他并没有死 如果马三爷还想再见儿子 就要带他们去长生泉 第二天一早 徐三突等人 带着马三爷离开 马三爷到底是老猎人 二十年来 他在林子里布下重重陷阱 看着树上的标记 他当即踩下机关 马三爷趁机逃走 等徐三突反应过来时 马三爷早就不见了踪迹 众人只能兵分几路 这时 牧生和秀秀也追了上来 他们找到马三爷 马三爷拉着两人躲了起来 找不到人的徐三突 气急败坏 试图用激将法 逼他出去 二十年前 你儿子就是浪在我的手里的 怎么不敢出来了 马三爷气得要出去拼命 牧生一把拉下他 直到如今 牧生只好说出身事 我现在能确定的是 原本我的名字叫小虎 你是胡子 马三爷热泪盈眶 听着牧生念出童谣 他确定 牧生就是他的儿子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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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父子刚刚团圆 那边 徐三突步步逼近 马三爷决定做个辽断 他穿梭在林子里 吸引徐三突等人的视线 徐三突令手下分散寻找 这正好给了马三爷机会 他逐个击破 用陷阱 除掉了徐三突手下 二把手心慌意乱 将劝徐三突收手逃命 马三爷一枪解决钉驴子 最后 送二把手上路 看着惨死的兄弟 徐三突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 马三爷也不会放过他 马三爷一脚踩碎毒蘑菇 引诱徐三突赶来 徐三突吸入毒气 脑子一晕 就进入了幻境 他一枪射出 却打死了玉兰 徐三突在幻境中苦苦挣扎 最后 被活活吊死在树上 啥 这就是长生拳 那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 这是什么妖孽 怎么看不见 原来是黄皮子呀 妖孽 你看我像龙还是像神 我究竟像龙还是像神 我看你像 三卵子 黑驴鞭哪 相传东北 有五大仙家 分别是胡黄白柳灰 其中黄鼠狼 又叫黄皮子 老人们说 黄皮子极具灵性 有仇必报 千万不要去招惹他 而叶飞 却根本不信 还要和黄皮子对着干 这天 叶飞下班回家 买了一只烧鸡 准备犒劳自己 结果一转眼的功夫 烧鸡就不翼而飞 叶飞误以为家里进了贼 拿着木棍一阵好找 原来是一只黄皮子 偷吃了烧鸡 叶飞气得不行 追着黄皮子就要收拾它 混乱之中 打断了他的一只腿 黄皮子一瘸一拐地溜走了 这只当天晚上 家中就发生怪事 等到他清醒时 却发现躺在自家棺材里 经好是开棺材铺的 否则得下个半死 可自打那天起 就怪事连连 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这天 叶飞跟马师傅说起此事 话说这马师傅 行走江湖数十年 见多识广 是大名鼎鼎的道师爷 为了弄清楚真相 马师傅来到叶飞的棺材铺 一番查找 并没有找到腰的痕迹 随后 让叶飞照常行动 而他自己 则飞身来到屋顶蹲守 活不其然 到了后半夜 发生怪事 就见叶飞像梦游一样 从屋里走了出来 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腿并没有动 而是飘在空中 如此诡异 就连身怀绝技的马师傅 也觉得奇怪 马师傅赶紧释法 打开天眼 没想 居然是一只 修炼成精的黄皮子 黄皮子见马师傅 气势汹汹 赶紧窜到屋顶 逃了起来 这时 叶飞终于清醒 回屋后 马师傅告诉他 刚才是只黄皮子 在捉弄他 而且 道行还不浅 若自己不开天眼 还看不到他 不过黄皮子 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人 除非先惹他 我也没招惹他们呀 那你仔细想一想啊 这时 叶飞才恍然大悟 一年前 他买了一只烧鸡 结果还没开吃 就被偷走了 哼 原来是你这么个小畜生 你 你 除不知 正是那一棍 让他与黄皮子结了仇 我到时也没当回事 看来是了 黄皮子最记仇了 马师傅决定当何事了 可黄皮子已经跑远 先抓住他再说 于是 马师傅在叶飞家里 布置好阵法 又背上烧鸡和美酒 打算吸引黄皮子 做完这一切后 马师傅又假装睡觉 果不其然 半夜时分 一只黄皮子出现 黄皮子化为人形 盯上了桌子上的烧鸡 见马师傅睡着了 便开心的吃了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 装睡的马师傅 突然开口说话 吃饱了吧 是不是可以弹一下 黄皮子急忙变身 临走时 警告马师傅 别多管闲事 原来黄皮子的孙儿 因山上闹旱灾 来此偷吃了一只烧鸡 就被打断了一条腿 导致他在上山的路上 被野狼给吃了 因此他要缠着叶飞 让他一辈子不好过 这事我一定要管一下 少说大话 我未必打得过你 但你也奈何不了我 既然如此 只能手下见真章了 装方大打出手 黄皮子并没有主动攻击 凭借着灵活的身形 不断躲闪 我还以为什么厉害的招数 想一跳 想抓我 你还差得远呢 话音刚落 马师傅赶紧施法 开启了事先布置好的阵法 今天我就不陪你玩了 你还能跑得掉吗 困腰针 这泪好生无耻 就算你困住我又如何 还没等黄皮子说完 叶飞就一把将他揪起 黄皮子心知逃不掉了 只能答应 与马师傅好好谈谈 他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叶飞每年三月三 九月九 带上烧鸡和好酒孝敬自己 双方恩怨便可化解 叶飞虽不情愿 但想想这一年来 黄皮子并没有伤他性命 只能答应下来 见双方已经和解 马师傅立马解开阵法 放黄皮子离开 之后 马师傅手中的罗盘 突然转动 活不其然 针上的吴老爷找来 说是他的儿子 突然昏迷不醒 马师傅请一眼 就看出问题 十有八九 是被山精鬼怪给迷住了 马师傅也觉得奇怪 山精鬼怪在深山修行 一般不会下山 与人结仇 马师傅问吴老爷 你们最近可招惹过什么东西吗 或者你们有请过什么东西 吴老爷失口否认 马师傅也没有再问 随后吩咐吴老爷 找一个八字拳音 童子之身的男子 小镇人山人海 犹如大海捞针 吴老爷问此人有什么特点 抬头剑杀 逢赌必输 吴老爷立马让管家去找 童子人 我就是童子人啊 我就是 找我就对了 爸爸 我饿了 管家找遍了三九成 一无所获 就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看到赌房门口 一阵喧哗 你们这么多人想干嘛 想打架是吧 我来 出钱呢 别人想 叶飞天生拥有一项绝技 那便是逢赌必输 只要他压大 那就会开小 若是他压小 一定会开大 按理说这样的客人 在赌房最受欢迎 凭着这项技能 叶飞带街坊邻居们 赢得盆满钵满 事后 他也捞了不少好处 这天 叶飞在新开的赌场里 带着邻居们发财 看到这一幕 老板着急了 拉叶飞到一边说话 说自己只是小本生意 求他赢一把就行了 我也想赢了 再说你们赌场是不是针对我 就在这时 赌场打手亮出腰间的枪 叶飞也不傻 立马认怂 谎称今天手气不好 就先回家了 在门口时 大伙兴高采烈的和他道别 改天再来照顾您生意 别别别别 别这样 告别老板后 叶飞欢快的离开了 老板不服气 让打手去摸清楚叶飞的家底 打手抽出枪 就要杀了他 晚上 叶飞来唱春院寻开心 一进门 小二就笑脸相迎 小二立马安排上房 好生招待 楼下的外地客人觉得奇怪 小二解释 叶飞外号 逢赌必输 镇上的所有赌坊 都不敢让他进入 除非是新开张的 吴府的管家 听到这番话 猜出叶飞 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于是来到楼上 对着叶飞说出来龙去脉 听到有钱赚 叶飞便随着管家 来到吴府 还没等吴老爷说话 叶飞看到吴府的邪碎 害怕了 找了个理由 打算开溜 马师傅将他劝住 说八字全英的人 能看到鬼怪和邪碎 自己有办法化解 条件是帮吴老爷 找回孩子 除掉 马师傅拿出桃木剑 开弹做法 紧接着 拿出灯笼和摇领给叶飞 最后撒下糯米 之后 口中念念有词 一眨眼 叶飞就进入了幻境之中 马师傅千里传音告诉他 千万不要让手中的灯笼灭了 路上遇到任何人 都不要搭话 直到找到吴壮 叶飞胆战心惊地向前走 不久 在一处戏台边 找到吴壮 还没等两人离开 台上的戏子 突然扑向叶飞 马师傅问他 有没有找到吴壮 叶飞虽见过他 但具体方向 他也不清楚 于是东指西指 马师傅也不再多问 随后拿出一只纸鹤 念起了咒语 让纸鹤去找 叶飞看到这一幕 十分羡慕 让马师傅收自己为徒 马师傅并没有同意 但还是告诉他 破解看到鬼怪和邪碎的方法 条件是此生不能再度 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他 再说 吴老爷的儿子 很快就醒来 马师傅却告诉吴老爷 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 想必吴家有人 得罪了妖物 若是不化解恩怨 只怕妖物还会再来 听到此话 吴老爷脸色大变 却并没有说实话 最后让管家拿出酬金 答谢马师傅 此事并没有就此作罢 当天深夜 吴老爷手持铁锹 悄悄摸到后巷 从土里挖出一个小盒子 愿者有偿 应者必得 就在这时 房顶窜出一只白狐 你敢骗我 你别过来啊 吴老爷拔腿就跑 狐妖紧追不放 就当吴老爷摔倒之时 好在遇到了马师傅 就在这时 狐妖也幻化成人形 敢问前辈 住的是哪里的山 走的是什么路 住的九曲青秋山 走的是非因果路 得知马师傅是道师爷后 狐妖反倒请他给自己拼拼礼 原来不久前 吴老爷的货被山贼抢走 他以儿子为代价 与狐妖做了一笔交易 愿者有偿 因者必得 之后 狐妖帮他将货找回来 还将山贼送进了大牢 谁知事后 吴老爷却不认账 还请来大师 在家中布下镇妖法器 不仅泼下乌鸦雪 还养了黑狗 夜里 狐妖来吴府见吴家少爷 谁知 被镇法打伤 还被乌鸦雪捉伤 看到院子里的黑狗 狐妖只得先行离开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 狐妖就迷了吴壮的精气 来报复 你在深山里修行了那么久 应当知道行善积德 你这样做 岂不是有为天和 在狐妖看来 吴老爷最有应得 双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狐妖先是用九阴白骨爪 一阵猛攻 马师傅夺过攻击 随后施法 狐妖只得献出真身 一旦被甩到 飞死即伤 吴老爷趁机开溜 狐妖见状 飞身上屋顶追赶 此刻 夜飞正在巷子里 按照马师傅的方法 去除邪气 不料 被赌房的打手盯上 他们决定一枪崩了叶飞 和下一秒 真神了 看不见了 逃跑的吴老爷路过 将他撞到 叶飞的宠物鸡跑了 鸡 鸡 我的鸡啊 黑灯瞎火的 打手认错了人 打中了吴老爷的腿 走近才发现 打错了人 就在这时 寻谱听到枪声赶来 将两个打手 和吴老爷带走 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想不到叶飞的血光之灾 竟然在他身上灵验了 事到如今 乌妖才肯罢休 告别叶飞后 马师傅又踏上了 降妖除魔之路 何天 他在面馆吃面 对面 立春院门口围满了人 马师傅觉得奇怪 便问殿小二 殿小二告诉他 立春院里有 不干净的东西 但凡点了 头牌小桃红的客人 不思也废了 于是 马师傅进了立春院 决定一探究竟 此时的伟哥 脸色发青 一是奄奄一息 只因他点了小桃红 马师傅一番操作过后 伟哥的脸色 逐渐好转 可这些治标不治本 随后 马师傅找到了小桃红 那不知道这位爷 想听什么曲 愿去 我敢唱 你敢听吗 我若听了 你就放人 下一秒 水杯里的水 以及四周的所有物件 突然结冰 弹气不断蔓延 就连马师傅的胡子 也冻着了 随后 小桃红唱起了怨曲 小桃红借唱曲 说出自己的身世 他因一曲斗鹅渊 得罪了一位军爷 被卖到了立春院 后来 结识了一个名叫 沈连成的读书人 真心真意待他 明日 我便去与亲戚借钱 帮你说声 八台大叫来娶你 临走前 小桃红将珍藏的玉琢 作为定情信物相赠 谁知那沈连成 一去不返 后来 小桃红因爱生恨 因怨念沉默 留在立春院 誓要杀尽所有傅心汉 你也是可怜人 既然走了 何不放下 放下 我放不下 我恨 恨你们这些臭男人 薄情寡义 谁知马师傅 小手一指 你是道士 谁我听了 把人放了 小桃红心知不是对手 只得同意放人 但有一个要求 让马师傅去将沈连成找来 于是 马师傅来到寻谱房 局长告诉他 十年前 沈连成就失踪了 当年 他的弟弟来报过案 但兵荒满乱的 至今没有下落 最后 马师傅又找到沈连成的弟弟 弟弟告诉他 当年他的哥哥四处借钱 说是要取姚姐 结果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马师傅便问他 要了一件沈连成生前用过的物件 最后 将他扔进火盆里 对着一只纸鹤 默念咒语 让他去寻找沈连成 马师傅一路跟着 最后 纸鹤在一户豪宅门口停下 这时 户主刚好回来 很明显 此人并非善累 而此处 也不是沈连成的住所 回到客宅之后 马师傅辗转难眠 夜里 他做了一个梦 沈连成向他求助 镜头回到十年前 毒鬼看到沈连成包裹里的钱 起了歹意 竟将他活活打死 还将他给小桃红赎身的钱 占为己有 而小桃红送给他的手镯 因吸收了怨念成精 化身在小桃红身上 那责人夺我财后 确实财运不断 沈连成告诉马师傅 那毒鬼抢到钱 不仅没有遭报应 还靠着那笔钱 发家致富 还请来大师 将他的魂魄 镇压在院子里 就在这时 马师傅从梦中清醒 财博动人心 金银夺人命啊 马师傅连夜到寻谱房报案 隔天一早 寻谱便冲入毒鬼家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有人举报你谋财害命 藏尸家中 有搜 济然对着院子中间的 镇魂石开挖 活不其然 发现了沈连成的事故 毒鬼也因此被抓 马师傅看到这一幕 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发现空中的怨气散去 回去之后 马师傅将这一切 告诉了小桃红 小桃红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错怪了沈连成 此生无憾 来生无悔 小桃红跪下感谢马师傅 这时 手镯突然断裂 怨气消散 而醒来的小桃红 对这十年来 发生的一切 毫不知情 关于道师爷的故事很多 这三个故事 出自于晚年的叶飞